味道实际很重 那现在我们走的就是 或者因为游客多了 变成耐财 是用了这个台塑的塑胶电台 好 这一段不停 因为我赶时间 因为大家不能满在空上 这个就变成一个纪念馆了 这边有个画像 是蒋先生画像 明显的就是他过世之后 杨明山那个中国国民党党史会 为了纪念他才挂了一个像 因为主人在的话不可能挂像 对不对 一定是人过世才会挂的像 我想各位的跑过很多地方 来自东北的地方更远 各位我想看过很多画像 包括蒙娜丽莎的微笑 你们看画像 一定有个基本的认知 就是看他的眼神 眼睛会跟着你 盯着你 不管左右前后 他都盯着你 这是画得很好的 可是各位不要忘记了 这幅画更厉害 因为它是个全身的画像 穿着一个敞篷 斜右画的对不对 画着斜看的 他眼睛会跟着你移动 但是我建议各位 除了看眼睛之外 请你看他这个布鞋 有白边有没有 他这个身体会跟着你移动 不幸的话 你走到底再走过来 除了眼睛跟着你移动 身体也跟着你移动 整个身体会跟着你移动 不幸的话你走过去 哇真的吗 走到底再走过来 哇赶快 赶快走过去 你走到底整个人 长过去了 然后你再走回来 他又觉得你长过来了 真的吗 连也转过来了 对啊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只有眼睛 好像连脸也 身体都转过来了 他脚都转过来了 好像连脸也转了吧 我知道我跟他讲我不照 我录声音而已 我是照地板的 我知道的 哇厉害 刚刚有位小姐问我 因为等会我 因为你打破的 这个布料啊 原来是有新的 有旧的 随着时代的改变 你要有个观念 这个中西宾馆 虽然历史价值很高 可是它的位阶 位阶懂吗 地位并不是很高 因为它是属于国家公园 里面一个景点而已 它比不上故宫博物院嘛 比不上美术保管吧 甚至连一般市政的 那个那个真品的 展示的时候都比不上 它没有冷气 没有那个什么 那个恒温的设备 门又是敞开的 然后在山上的湿气又很重 所以我才指示这东西 好 这维护是不是很麻烦 可是偏偏这是一个 单位很基层的 它是行政院 内政部 营建署 公园组里面 九个国家公园之一 位阶第一 表示它编制很小 人很少 预算很少 所以很多事情的话 像各位为什么要收门票 因为要维护这东西 没有门票的话 它没办法维护了 它不是故宫不愿 有固定的那个预算在里面 好 我要考各位一下 这么一个开放的空间 这么大 一个地方 一个环社 然后这些里面 各位请看到没有 当个兵都知道 如果夏天的时候 你手有湿气 摸了之后 是不是就马上要擦 不擦了没多久 它会成成铜绿 对不对 所以这个擦制工作 现在维持得很干净 各位看到没有 我们刚刚看到有位工友 在那边做工作 你离开的时候 你们一人进来 他就离开了 你们知道有几位工人 在维护这个清洁工作 几个工人在维护这个清洁工作 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 对 所以刚刚你们有没有看到吗 对不对 但是你们进来 他就离开了 他就利用空长时间 做了维护工作 这就编住小的原因 所以我讲个笑话给各位听 我已经认识一个维护工作的人 叫做阿芬 那有一天因为我没有带队 我来看看 然后就增加我的解说的一些资料 我碰到阿芬在那边工作 我说阿芬我要传达一个意思 他说何老师传达什么意思 他跟我们都很熟 我说我要反映我们的游客 我跟他讲说这边一个位阶 然后维护工作那么辛劳的时候 然后你搞得那么干干净净 大家对你都很鼓励 他听得很高兴 然后我看他一直在做 可是我们都知道你很辛苦 但是我们希望你保重身体 他访问一下 何老师怎么保重身体 我说你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 他说我有什么办法休息呢 游客在他就要在 你摸过的时候他就要擦擦对不对 然后看我们上门一样 他不能有破损的地方要随时反应 我说你身体是你的 还是要注意你身体不好的话 更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他讲了一句话 何老师啊我是有口难言 我说话怎么这样 他说我也想休息了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我问他什么问题 他说我到每个角落想休息的时候 我都觉得这个脑主人在盯着我在 不准他休息 所以这老主人是以前他在的时候就已经在了吗 谁在 老主人在的时候这位清洁工就在了 那是后来的 民国64年都已经过世了 这是一个玩笑啊 就是说他的眼神啊很很画得很逼真 好 我刚才有讲过那段时间台湾的外交情段不是很好 退出联合国跟日本断交 那这个地方是要接待外国宾客的地方啊 那我怎么知道呢 与图是这 所以在阳明书的时候中国国民党当时会就画了图 艾森豪 雷根 但是明显你看就知道这不是在中间边馆是在总统府 可见那个时候蒋先生在世的时候外国元首没有来过 没有来过 因为他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的 只有一些外国朋友啊 六十位可能他们杂志这些人来过啊 那其他的没有 因为总是有一定的礼仪嘛 一直到他过世之后 蒋经国先生当总统 在蒋先生过世前几年 民国七十五年 1986年时候 唯一来过一直到现在 唯一来过的外国元首就一位 新加坡的李宽耀先生和夫人来过 他是老过世了蒋先生的朋友 也是当时在世的时候 经过先生的朋友 出来这位平教国 这是接着外国宾革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出现了壁炉 这我们宁革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台湾是很闷热的地方 潮湿的没有必要有壁炉 台湾几乎家里没有人会有壁炉 东京烧个火炉就不简单 那个电影子也不简单 就不容易了 台湾也没有 这个东西目的在哪里 因为那是我们的外交情况不好 尤其跟欧美国家 尤其是美国是我们主要的搬交国 既然那种外交坚固的情况之下 如何迎降一个谈话的气候 这部分就很重要了 出现了壁炉 能让人用欧美的宾客 外交人有感觉说 宾至如归 调节比较顺一点 所以有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这是打开之后 就扩大空间 就谈话的空间就比较大一点 好 还是回复这位小姐的话 这是原来的 所以这些都是后来的 为什么 不算是调反 家庭总不知道一个房间 几十年没有人住 又潮湿的话 是不是都黑了 对不对 一定要存下来 当然要换掉嘛 要不怎么迎接宾客的 这就是后来换 这才是原来的 所以有变化 那这个里当然也更是后来的 对不对 总统在乎不会有这个地堂嘛 就是让游客嘛 所以原来是这个 那这是后来的 那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 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要跟各位讲 请看 为了欢迎各位贵宾 我们开灯了 开灯作用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就有关系 这是后来的 因为这个设备 这种后来的东西 达不到遮观的效果 我刚才有没有讲过 在外面的公园里面 没有路灯 他不希望人家知道 他住在这边 所以他防止灯光外现 第二个 你那个防止的 其实的墨绿色 在树的那个遮阴之下 所以底下的人 看不到它的存在 但是如果说 你灯光外现的话 白天看不到 网上的话 就灯火通明 他就会好奇 有些台北的人 特别喜欢好奇 打听八卦的消息 什么八卦 就住在阳明山天目 这些大人物的 那个状况 诶 阳明山我都很了解 可是这边出了一栋 大黄子 灯光茂盛 他说谁住的 我怎么不知道 他就会好奇 会打听 要把这种因素降低 所以当这里面开灯的时候 它的布 穿帘一定拉起来 但是不是这种穿帘 什么穿帘呢 就是我们的电影院 看电影的时候 一层红的 一层黑的 厚重的荣木 完全一样 有人在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开灯的时候 就把这个穿帘拿起来 第二个 我们看到蒋先生 八十四五岁的画像 头是不是关的 就长得太轻 老人家 阿嬷应该知道 最怕是那个头部着凉 坐公车啊 夏天的时候 各位看到一个很特殊的形象 很多妈妈 年纪大人 会拿那个雨伞 把那个通风轨 把它堵起来 因为他不希望 那个冷气对着头上吹 对不对 所以这边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他把冷气 从中央系统搬到下面来 这是我们的中央系统 在这边 同样一个设备 把他端下来 他就不会对着头吹 然后对这个健康方面 就要保护 好 请到这边来 好 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蒋先生 请注意看 坐在这边办公的地方 他这边坐的人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中华民国的元首 在宪法里面 他是国家的代表 请特别注意 前面有没有移植 没有移植 因为他代表是国家 所以每个人要跟他致敬 等会我们到楼上去 找到他另外一个送社会 是中国国民党的总裁 中国国民党是个党派 台湾有很多党派 像民进党 亲民党 甚至他属于一个社团 要向内政部去登记 跟什么青山会 因为福伦社设置会是一样的 主持价格是一样的 所以他是平等对待 他不是老百姓写出来的 等会我们到上面去看的话 如果你看这么一个移植 就是上面坐的时候 蒋总裁 对面就有移植了 平起平坐的 那那是另外一个状况 他可能是女总裁的身份 我这边讲是以总统的身份 等会我可以证明一下 一个是总统的身份 做的是总裁 总裁就是党主席 就是蔡英文之类的 他全都不能买椅子 因为一个民主党派的话 他必须平起平坐 一个公司含号的话 就等于说是股东 大小股东 谁股都大 谁就坐在上面去了 那这是蒋先生的画像 这是他40岁的时候 是母亲的画像 我们有一个小朋友问我说 为什么只有他父亲的像 只有母亲的像 没有父亲的像 道理很简单 在他九岁的时候 他父亲就过世了 所以他对母亲的思念 感恩就特别多 所以大部分都是母亲的画像 好 请到队友来 请问刚刚那个是 以总统的身份 为什么会放上 他私人的家里的 母亲的照片呢 小姐 我不讲过 这是在阳明书路的时候 重新给他布置了一下 就像那个大厅 这就是纪念馆 要不然怎么会有 无论相关这边呢 如果他在的话 怎么会有什么 对对对 对不起 因为我们讲一个爱生号的照片吗 那是重新重新再放上去 不是之前的 这边我 不过太多的传续 但如果回答刚刚一位大陆的朋友 这边小姐问到我的新旧啊 这边是原来东西 是不是原来的 这边一个很特殊的东西 如果刚刚你们有在游客中心看了一些照片的时候 一定看到这里有这么一个会议的桌子 那你们一定会注意到前面有 这边的一盘兽陶 现在兽陶在哪里 我们在现在看兽陶在这个地方 等会你回去的时候 上回去结束了回到游客中心或山西走之前 你再去看这个图片里面可以看到同样一个场景啊 可是这边的兽陶是摆在这边 所以你问我 这个东西是不是原来都是这样子的 确实有改变 可是有的改变是当时为了说明 中国国民党为了说明这些图片 他是这种一个展示 另外或者游客造成了困扰 我们不得不摆动 为什么 因为在半年之前 这个东西还是摆在这边 可是有一天被我们发现有一个游客拿了 这九个兽陶还有哪走 刚好被我们看到了 所以这是一颗颗的摆上去的 所以为了防止在于是 所以不得不摆在这边 所以你们不要再问我 这是不是原来的 是不是真的 这事还是怎么样的 没办法 中间变化太多了 好 因为这个大陆主要很多 我来跟各位介绍这个东西 这根大陆有密集关系 这是蒋宗正先生 这是蒋军国先生 这是宋美玲女士 这是金国先生的太太方娘女士 那我特别讲这个 其他我就不多讲了 在咱们台湾都知道 金国先生有三个小孩 我们一般所知道的三个小孩 蒋孝文 蒋孝吾 蒋孝勇 可事实上他有个女儿 叫做蒋孝章 文章章 所以他这个小孩的排行是 文章 吴勇 可是金国先生很疼爱他的女儿 他不希望在台湾这种房子 牵涉到政治 所以在台湾我们所众所周知的 活动的是这三个小孩子 他女儿在他二十岁 大概比英尼毕业没多久 大概二十岁左右 就送到美国去了 请他一个好朋友 他的好朋友 当时的国防部长余大为将军 余大为将军 余大为将军 他的一个儿子叫余洋和 是个中德的奉学 他跟他太太住在美国纽约 他就 蒋经国先生 拜托余大为 把他的女儿叫赵国校 他不想在台湾这个房子里面的生活 好 那结果后来发生一件事情 我们都不晓得 一直到蒋经国先生过世了 有个退休的年轻总司令 叫做温哈雄将军 他因为中央研究院 要做这个口述历史 听懂吗 口述历史 因为年纪大嘛 口述历史 你们写的这么书 提到了这段事情 我们后来才知道 原来金国先生 有三个小孩子之后 男孩子之后 还有一个女儿叫做蒋孝璋 而且住在美国 更引起大家好奇在哪里 他提了一段晚事 因为后来金国先生 对他的朋友余大为有点不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 因为他托他的儿子 照顾他的女儿 结果没想到他的儿子 离婚娶了他的女儿 这没什么 离离婚离婚在结 一婚二婚都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问题是在哪里呢 一个余大为 他的儿子叫余洋和 他比他大十四岁 第二个余洋和 就是他的儿子 他不是离婚吗 离婚一次 可事实上前面还有两次婚姻 也就是一个离过三次婚的男人 又比他的女儿大十四岁 娶了他的宝贵女儿 他当心里不舒服嘛 所以从有些口角 其实那会就化解掉的 化解 那这个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也因为这个温哈雄将军啊 在那个回忆录里面提到这个事情 社会才开始知道这个事情 你看看 那个时代社会背景现在不一样 才知道他有个女儿叫做蒋孝章 但是我们还是不清楚 可是后来事情就演变了 什么演变呢 因为蒋孝章跟他的夫婿余洋和 看到台湾出这本书了 就不高兴了 就回台湾打了一个官司 希望用个司法的程序啊 限制温哈雄将军出这本书 可是台湾的法律真的蛮好玩的 他就判决结果说 蒋孝章败诉 为什么 他认为说中央研究院 做口述历史记述 温哈雄将军所谈的事情 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范围 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范围 不能做干涉 所以准到发行 准到发行的话 蒋孝章跟他的夫婿 然后就没辙 对不对 就回到美国去 然后以后就没有回过台湾了 没有多久 他的先生过世了 余杨涛过世了 那现在这位女士 小小女士 现在还在美国 大概78岁79岁 住在美国加州 我要讲这个话就是 我们在台湾很多人知道 这几个小孩都过世了 对不对 都过世了 现在台湾的那个场面上 都是他的媳妇辈 还有孙子辈 更加一个蒋友钦 又要坐牢了 都是这背后 而且没有人从事政治了 蒋友钦或者他的蒋友婆 这些都是搞贸易 搞文创 就设计方面的 可真正来讲的话 我们都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地位最高的是蒋孝璋 他是直系最高的 现在还在美国 另外一件事情 跟大陆有没有一些关系的 他嫁给了余大卫的儿子 叫余杨河 生了一个小孩子 当然姓余嘛 生了一个男孩 按照辈分的话 他是生之辈 叫余祖生 祖先的祖 生是声音的生 各位在大陆的朋友们 大陆有个地位很高 排名第四的余祖生 对 跟他是 亲家 亲近 对 所以他叫他要叫姓生 余杨河跟余祖生的爸爸是兄弟 好 好 所以一个余祖生一个余祖生 这样子 好 等一会儿来